我應該會加9000 2.2 後手都還蠻 蠻多的啦 我在專位的時候喜歡加帶的 是嗎 我跟你比較不同 我是越前面加越大 越後面加越少 遇到的人就會加比較小 前面遭遇到的人比較多 因為你是要去彌補 你位置沒有的 沒有位置的烈士 應該是說因為我本身 你在後面位置 你的open range就是比較寬鬆 那open range比較寬鬆的話 你又加速比較大 那如果被抵抗幹嘛 被3B又幹嘛 你變成是他3B size會增加 然後你去跟住3B 花錢也會變多 對我很少跟住3B 我一般大部分情況面對3B 除非是一些非常 優質的結果派 我會說是慢打的 AA、KK 我會跟住3B 其實我會面對3B 會做大量的4B 我會做大量的fold 和大量的4B 就是會把我的 Range平衡到兩極化 對 遇到對手4B也真的很煩 對 其實我的基本理念是 我永遠想在我擁有有力位置的情況下 去打一個大地尺 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後衛會加速比較大 同時其實也不是給 也給小盲和大盲位的玩家一些差的賠率 讓他們不要防守太多 對 話說回來 剛才剛說到在TUN和Rivet的Double Lead 我覺得目前我剛看到那個手頂對K 在合牌被乾冒的情況下依然跳出來打 對 收到了挺好的效益 但是我個人之前其實有嘗試過這樣子打法 嗯 然後之後還是經過了兩三個月的嘗試之後 我發現 這樣打法好像還是不如在前衛保守的Check 因為 往往在比賽中你會遇到的玩家池 你 因為我是個主賽玩家 不知道他們的豪客 因為他們豪客賽的玩家池是不一樣的 他們豪客賽玩家池是 基本上很難拿到 在一張中間看到兩到三條魚的 很難很難 基本上大多數都是Pro 但是像我們這種主賽的玩家 基本上會在一張桌子上遇到很多大量的魚 所以你對這個大賽的玩家池 你未必有一個解讀 所以我依然是以防守為主 在前置衛的情況下 我打牌還是比較old school的 我還是傾向於在前置衛做防守 在後置衛做進攻 對 我也是 所以剛剛那個狀況之下 絕大多數是我的KJ在turn 我應該也是會繼續Check 我不會跳出來立的這個牌 只是剛好最近我遇到類似的狀況 然後看到有人做這件事情 然後剛好又看到我覺得 這會不會是一個什麼新的Meta 會不會是新的一些做法 就像譬如說前陣子又流行一陣子 就譬如說你拿一個55之類的 然後在AAB的ball上可能譬如說 40... 46之類的 然後拿Pocket 5對Racer 你在忙著抵抗對Racer做Check Race 那因為對手會在這個ball上C-bay很多 對 他的Trade Race是保護他自己的Pocket Pair 然後讓對手其實也蠻難跟的這樣 是 所以... 可是也是蠻有道理的 因為其實後來發現很多對手就會蓋掉了 可是後來因為大家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大家可能開始Flow會變多 可能會Defend一些 Defend一些 然後... 然後... 當然他的PiePlay不會那麼容易被你打開 你嗎? 我的話在... 用守隊 我得看對手的形象而已 對手如果是比較弱的話 我會做一些Check Race 如果對手是一個激進玩家 我會做Check Call 然後在Turn上 在取發力 選擇抓對方機 或者是... 考慮成牌轉Bluff 因為我在前支位的策略還是相對於比較保守且針對性的 嗯 但我在後支位的策略還是比較固定的 因為... 呃... 當我有利位置的時候其實我不怕任何人 哪怕是... 前支位跟我打的是... 呃... Feed Horse Justin Bottom 或者是... David Peter 不管任何人 我在後支位我覺得我就可以... 任意的... 去... 放肆的進攻 我一旦開始進攻我是很難... 對於一些高手的操作... 4牌的 我投很鐵 因為我知道越是強大的人 他的操作空間越大 對 之前我在PSPC的時候 就投很鐵的... 呃... 面對Dominic 有一手牌 我是Pocket Knight 就... 在... 呃... 我在前支位Open 他... 在... 在盲注... 為... 跟住... 跟住... 防守... Dominicρη是在盲注封... 是在... 裝位... 用A5...的... 來... 跟住我... FLOP拉拳是10小小... 10小小... 然後... 我用99在這裡... 做了一個... 小的Bet... 小的CBet 然後... 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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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后我call turn上我check turn上是一张repeated的石 我check然后他就跌摆石是对他做了一个两倍paw的一个bet 就两倍超齿的下注对开叠牌我call turn上他做了一个到river是一张小 然后他满坡我call对抓到对抓到 是十二三的牌面他是A5卡4 做了对我做了三条节的操作 我看到我们wsob冠军得主拿到pocketkings 我们的soyza这边的a4suti a4suti基本上还是算是领先cutoff的range 我是觉得蛮有可能选择3b的 那我觉得3b的size 我觉得通常3b的size 你可以打到对手的六分之一 因为打到对手六分之一的话 对手会很难做出一些 至今的反抗如果没牌的话 对啊因为如果你打到对手六分之一 对手就五分之一介于六分之一左右 对手很难没有牌在跟也不是 没牌跟也不是推又推不出来 就是让人家没有不大 不太有办法buff你的机会这样 嗯对 那我觉得这kk flow下来蛮好的 对因为这边就像我刚刚讲 4b回去几乎很难有buff 冬天哪有没有 冬天哪有没有 冬天哪有吹碰 那这里是直接all in 好soyza一秒要盖牌 对 可以看到John的表情非常的淡定 其实我都不太会念他的名字了 只知道他的first name应该是John 约翰 CYNN好像翻译成中文是心灵 但我不知道在英文发音里面是怎么念 是信吗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 一个名字 好 我们的Peters在COA 拿到了A8杂色 选择加速进场 所以在选择C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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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King Jack Sooty 给大盲带来了很好的赔率 去防守13off 这手牌 大王现在有一个石花的抽花 以及一个 概念的后门是 概念的后门是 三家玩家都 哦 又来一张黑桃 那么现在的情况 两家过牌 两家过牌 所以这手牌在这里 是没有任何的概念 很难动手 在这样子面上很难动手 那这里大盲位玩家 是成功的收下底池 30off 这我也不会抵抗 我的忙处就像你讲 就是没位置的时候 其实我是打得很紧 5个月 5个月 我也是 这样以后 这样这个讯息出去以后 忙处又一直被 又被人狂叫 一直会被一直 观众Race 没事不要紧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 来尽情的剥夺我的忙处吧 来试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真的 像我所说 对忙处的抵抗非常少 我是真的抵抗很少 我也是真的 虽然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自己也在偷笑 但是 我真的是个很紧的玩家 每当我防御大盲的时候 那我一定是有很强的牌 我是真的很紧 只是我长得比较松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是看上去更松懒 我长的长相 好 庄位拿到了一首十八不同色 然后也是一个可以open的牌 对大家都知道 在长桌的时候 长排长桌 你需要打得非常紧 然后长排短桌 特别是现在五人桌 你需要打得非常的激进 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 以一个正常的range来说 80刚好是一个 50 50% 对 刚好是一个button 正常开50 对 所以80是一个可以open的牌 80欧是正常好好的 50%的range 这边应该也是要选择 C-bay 卡顺 我觉得是可以C-bay 现在我们不知道 忙着是拿什么牌的抵抗 那可是我觉得 这边是一个 不错的C-bay 的机会 通常这种连牌 开比较近的这种结构 我可能C-bay 没有这么多 可是如果有一些 相关联系的牌 在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 试着把底次拿下来 尤其在一些没有showdown value的时候 对 可是我可能会check我的66 我可能会check我的 有成长空间的牌 对 然后有showdown value的牌 A6 或者是 S-King S-Jack 这种A-high的牌 我可能会check稍微多一点 我也会 我也会 但这里大忙的范围是 跟这个牌面比较的贴近 两次过牌 那他这里必须要下注 这个bet 反而觉得 没有flop好 对 当然 其实我 我最近有去上一些 亚洲比较厉害的牌手的课了 某一位 不方便透露 但是 他的策略是 当球马短的时候 C-bet 就是当你后周围开牌 遭遇了大忙的抵抗 是C-bet你的一百的范围 一百的范围 对 就是任何牌 任一面 C-bet一百的范围 这么激进 对 在球马比较少的时候 在 在短球马 目前来说 我学到的策略是这样子 是一个数学上的 正义V的策略 我不知道 升筹码的时候 最优的策略是怎么样 但是升筹码其实 反而更加多变 因为你筹码升了之后 你遇到的变化 是可以脱离一些数学的 每个人 听你这样讲 好像知道这个老师是谁 感觉好像会不会是张扬呢 他的系统跟张扬非常像 但不是张扬 不过他的确是跟张扬是一派的 就是他们的打法 感觉越来越接近 看来应该是赵薇了吧 我不告诉你 哈哈哈哈 这两个都是在国内非常厉害的牌手 对 不过张扬跟我讲说他想退休了 他太累了 是吗 对 如果他退休的话 那就是 国内牌手的 GPi的 会掉 证灌的那个 几率降低 证灌的那个 怎么说排行榜的 证灌的一个竞争会少很多 你看DVP抵抗这种3-5 我也是不会抵抗 对 我们都失去了一个共同的 一个强大的对手 如果他退休的话 这很 对啊 DVP抵抗这个3-5 我觉得就是 你越厉害 你可以玩越多 越多 对 所以我知道自己 我知道自己不够厉害 所以有3-5-5 我是一定改派的 我也是 順利了收下幾次 不過在這樣一張桌子上 你會明顯的知道 大家的Range都不會特別的緊 對 因為像正常九人桌嘛 那UTG就開什麼10%之類的 可是現在這五人桌 你基本上第一個位置是Hijack 基本上開25 差不多 基本上都開個25 我會差不多開25 我也是開25 Cutoff可能35 Button50 那我Button會開的 我不說具體數字 反正是永遠超過50 大概只開到50 Obutton會超過50 Obutton現在 其實也無所謂暴露 其實我覺得也是 其實我覺得可以看一下 盲柱的對手也會有影響 如果盲柱真的是比較緊弱 我可能就會稍微挑高一點 可是會有一個基本的Range 對 我的基本Range應該是80 對 在五人桌的時候 我的專位應該會開80 哇 80 超鬆的 對 對 弱的對手 對 一些 弱的對手 緊弱的對手 我可能會開100 27O都不管了 對 跟排沒有關係 就打位置 但是對於激進玩家 我可能會開緊一點 激進玩家我可能會開40左右 因為我需要對 鬆且激進的玩家 有一個優秀的手牌質量 是 對去抵抗他們的激進程度 對阿 對阿 那這把他的S10是選擇平跟在小毛 對 這手牌在小毛位做Squiz也是可以的 那 我覺得這邊他的S10是不會蓋掉的 這個S10 因為他這邊已經本身就領先對手的open range 所以在這個結構C背上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如果他有S Diamond是不用搶一秒跟的啦 可是他這種S10 off 我覺得還是會先flow一發吧 還是會call的 對手中到一個Jack 現在Flink是應該知道自己還是處於領先狀態的 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繼續做個小的Seabed 對 40%吧 差不多 一半 那現在就把這難題丟回給Peters 還有一張方塊10 開始 我來看一下 Peters會這麼選擇 這手牌 這把牌蠻難打的耶 你會跟嗎 我會跟 我在這個flop跟的話 我還會跟TEN 可是也是要看TEN開什麼 嗯 在455的那邊應該 開任何高章我都 哇 這裡是九狗兩隊了 這裡我可能還是要追強 對 這邊應該還是要打個一半吧 可是他這邊可能是 就是只有對手強你知道嗎 遇到強的對手不敢打 怕被Chillis 對啊 不然其實到底說這一個 這裡如果遭遇Check Race 我要Call的 九狗 因為追手這裡 大量的Value組合是要在 TEN上或者Rever是 有一個主動下注的 可是我覺得 不一定 因為其實 因為上面不是有 是九跟狗嗎 對 可是如果上面是A跟K的話 A的話自己就集中了 就自己集中了 我說假設 假設整體的Range 來看Open 他連續打兩發 然後 他選擇 假設他真的有大牌 然後他選擇 Slow Play 那 那 Check code Check code Check code 所以Rever還是很有可能會Check啊 如果他有Full House的話 會有啊 或者是三條 或者是Nuts Flush 會有啊 還是有可能會Check Race Rever 我還是覺得 可能 他們不太會 這麼保守的 去打自己的 強城牌 可能因為主動拳 好像還是在 IP的手上 所以Rever 應該會繼續Check 如果他有Full House的話 我會零打 你會直接跳出來 就Check code Check code Rever零打這樣 不是 我在TEN上就會Check Race TEN會第二發 就Check Race 對要照大底持 因為不然後手打不光 如果是我 我反而會繼續Check code 可是如果上面有S 我可能會Check Race 喔 對 可以 我們發現長牌相對短牌來說 就更加豐富多樣一點 就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就是 策略 大家的方法都是獲取籌碼 只是怎麼獲取 我覺得每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想法 我覺得也並不是說 哪一個對或哪一個不對 我覺得就是 這把牌當你牌很大 你怎麼打到正義力啊 只是要怎樣去贏 贏更多 對去贏更多 這就是 每個人的方法可能就比較不一樣 對 也要看玩家持 其實我們錦標賽選手 特別是線下錦標賽選手 比較容易忽略的是 你光顧著去構建自己的體系和範圍 你不去做針對 這是一個比較容易忽略的地方 喔對 我其實打牌有個弱點 就是 是打地的 不是 我就遇到一些 比如說 遇到那種很臭屁的地方 我就會想要針對他 或是那種 或是那種 銀牌 然後又一邊碎碎捏那種 我就會想要 可是這個是不好的 其實打撲克的針對 真的是一個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 因為你不是排力上的針對 而是你就是對情緒上的針對 對 而且你就可能開始 你當你要針對對手的時候 勢必你的牌的範圍的那個 強度就減弱 我是打牌不太會Tilt 我幾乎打了這麼久的牌 從來幾乎沒有Tilt過 在至少在最近一年裡面 是沒有情緒上的波動了 線下的錦標賽 在針對同桌對手的一個 一個調整是很重要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調整到 想要針對他 對 我知道很多線上的優秀的玩家 他們 怎麼說呢 就是在線上打多了之後 轉變到線下 他們的打牌風格 沒有做調整的話 會很不適應 因為線下其實不像線上 很多人是打數據的 打自己體系的 互相之間是一個數學 和體系的噴裝 但線下你其實還有很多 需要提高和調整的東西 對 包括一些Tilt 包括一些 包括情緒上的管理 以及你肢體動作的管理 好 應該是個 再加主 對 其實用跟的也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有些人 有一些流派的人會覺得說 他們就會跟一些 同花的 然後去三逼一些不同 對 因為 比較好打 對比較好打 這個比較沒同花比較難打 我這裡還是會選擇跟住 沒有位子 對 但是89S之後排 其實問題不大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完美的flop 對 輸贏了 輸贏了 60個大棒 有效仇嗎 在3B底池遇到這樣子一個抵抗 如果我是他 我在這裡還是會做一個Cbet 小小小的面 雖然我目前我們上地視角看到的對手 是拿到了怪獸牌 對 拿到對手的頂端Ranch 但我這裡依然會選擇做Bet 那這樣子已經是 對 已經是被對手擊中了 目前的Nuts 你會Check嗎 89 我可能會再Check一次 繼續Check 因為這裡畢竟是3B底池 對手 對手也沒有打flop 對手有可能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邊打可能把對手打開 不然要打就打個超級小 譬如說現在8萬2千5 打個1萬7 1萬8 打個1 打個6分之1 1萬5之類的 那他已經是個中注了 這裡 他想抓對手的超隊了 打個6萬 抓不到了已經 我這裡 繼續第二條接的Check 是為了去演示自己的排力 我可能會在這裡 因為我連續Check兩條接 去call3B的範圍 很可能是S Queen S King這種排 我覺得Turn繼續Check 也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 甚至我在這裡 我在Turn上Check之後 我會觀察對手 對手如果是打了一個 珠瑪讓我覺得對手 是不太有強牌的話 我會演得非常艱難 可能會被 可能會 就是我會 我會考慮到 至少一分鐘的時間 我會考慮到 至少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 表情上也會顯得 略有艱難 然後做一個艱難的跟著 然後River 在任意的排面 都Check 給他第二條 投的空間 因為在這樣子一個沒有高張的面上 對手的超隊會 還會追槍啦 超隊會在River追槍 然後對手的空氣也會在River 有大概率會 Bluff我 好 我們現在主場Tributor 是我們的 Mike Souisa 還有188個大帽 94萬的籌碼 對 那是馬來西亞的選手 Chris Trover 其實最近像這種 Triton的好合賽 馬來西亞 算是整個 華人圈佔了 蠻大的比例 對對對 最近幾年馬來西亞的 牌手混跡高額圈的 是非常的多 對 並且水平也明顯可以看到 他們的水平有目共睹 所以我希望 國內的玩家 可以有更多優秀的牌手 在國際上的舞台 跟他們一針高下 你這5-5遭遇3B的話 你會怎麼打 5-5遭遇3B嗎 就看持住比 小馬 3B 他大概後面有 40個大馬 對 就得看他3B的尺寸 就持住比 如果我被3B 我會直接O-1 哇 瘋狂 我應該會直接O-1 我會覺得5-5蠻大的 加上他 加上我自己長得鬆 所以我會認為對著3B的範圍 也很鬆 會稍微大一點 那我覺得Pocket-5有點太大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3B我到 可能25% 我可能會直接O-1 他喜歡跟住 這邊跟住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有點難打 難打 對 因為這種真的很難打 因為這邊跟住 你自己25%的籌碼 對 你後面剩下15 那底持一下SPR1-1 就是 你假設 好假設開這種Ball 好了 被C-bet 你要不要抓其實都很難 就是很難打 所以我這邊 我可能會選擇 4B 55加 AZ加 我可能都會4B O-1 打得好兇啊 我是一個弱玩家 我這裡55會4給3B 對 我會4給3B 對 在這個球馬量 我覺得55做一個4B O-0有點太 太Overplay 我在我的體系裡是Overplay 我其實 很多人可能看我EPD的時候 FinalTable打得很兇 但其實 一場錦標賽都是在 前期你要打得最緊 到越後面到越鬆 因為後面首先一個是Mandy Jump 比較大 對手會自然而然的緊 其次一點的問題就是 在錦標賽的後期 你需要更多的剝削 剝削 嗯 他Check了 我可能會直接O-1 我這裡看到這個面當然是O-0了 對啊 你既然在翻前做了3Bet 在對手這個後手 手馬量 SP1比1的情況下 那這裡應該是個CheckRaceO-0了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我選擇Check 我可能就更吧 因為我Check代表說我擔心對手有Q 我O-1就自殺 我就說那你給我 那麼便宜啊 2萬5有沒有 2萬5 2萬5扣也可以啦 那我就買吧 沒中算 他給我太便宜了 可是這也是一個招式 我覺得蠻好用 對手的後手 譬如說在一些Jaw Hand的Ball上 然後對手可能是3B的幹嘛 或是他是抵抗的人 你Turn給他一個超級小的柱馬 對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合比例的跟 所以他不太會隨便CheckRace你 他就會Easy Call 那你就很清楚知道對手是一個Jaw Hand 對 當然Ribber你就可以做很好的做決定 對 因為隊友如果我給你一個POP POP有一個1萬 我打個什麼 2千 那你後手還很多 你就乖乖買 就很便宜嘛 我就買嘛 買到就中了這樣 沒有就算這樣 這家紅桃石其實對於A6來說 也不是很樂於看到的一張牌 因為對手的根處範圍裡面 是有葫蘆的 對啦 有石有圈 但是MateRibber也只能CheckCode抓了 對 就中了 沒辦法 對的 對啦 你看這一把55你看 其實這樣損失了好多籌碼 很多很多 對啊 不划算 對啊 我覺得就像阿童說的 直接蓋掉就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 我是比較激情啦 就是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會直接4BO贏 對 我在這樣的一個短桌上 我會蓋掉55 但我會 但我會 相對而言我會去4B更強的範圍 可能需要7C加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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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玩嗎 我們可以玩嗎 我們可以玩嗎 我們可以玩快 好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是進入一個暫停 我可以看到現在是進入一個暫停 不知道是否會調整排座人數 那我們現在是在藍頂娛樂場 傳奇撲克在這邊做現場直播 為大家帶來精彩的好客賽的排局 這個比賽是長排 我們前兩天開的都是短排 我覺得觀眾朋友們也比較熟悉長排的打法 好 好 我們這邊是紅桌的Action 這裡是 盲住2500 5000 那我們看見這桌上 我們挺熟悉的Flink 在裝家位加注到12000 幾分牌的量 然後呢 Soyza在大盲位拿到86 做了個Defend 剛剛好像是計時器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排局有Reway的暫停 目前兩位玩家都擊中了隊子 那這裡Soyza在翻牌後過牌給Flink 那Flink選擇下注12000 也是跟他翻牌前加注的量是一樣的 在五人桌的情況下 在五人桌的情況下 Celina你這裡會用86O 在BB位防守之後看到一個頂隊的情況下 你這裡會做一個check call還是check race 我覺得我還是會check call 你會做race嗎 我是對手吧 我面對這樣子一個玩家池應該也是check call 這裡轉牌兩下過牌 合牌來到了一張黑桃Ace 那兩下繼續過牌 那剛才我們說到你是會做check raise嗎 在這個面上 check call 也是check call 對吧 我在前置位幾乎會打得非常保守 對 我在覺得沒有位置的情況下 這裡做這個check call很好 對 在我的系統裡 我之前說過我是一個很old school的玩家 在我的系統裡在前置位 有一些中強度的 這個showdown value的牌 我不會把它拿來造大底吃 但凡就是我遵行的就是敵不動我不動 像剛剛那時候如果我86是check過去 他在flop也check 然後turn上 你還會繼續check 即使對手再不打 River哪怕我還是頂隊 還是check 對 我不會再打 對有些玩家會考慮在這個flop上check raise 但是我並不喜歡這樣的打法 對 因為你幾乎打走了所有比你弱的牌 然後 留下了比你強的牌 對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在 對方corny的race 情況下 你到底是比對方強還是弱 對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位置 像打牌在你沒有位置的情況下 就像是 呃 瞎子摸象 啊 瞎子過河 不是瞎子摸象 不好意思 就是你在摸索著前進 需要打得非常謹慎 專門有拿到一手非常不錯的六七銅色 然後呢 到我們這裡 阿文六 來 我看到這邊 小毛 全時選擇要跟著 然後呢 到我們這裡 Ivan Liu 这里我应该也是会跟注 如果在这里我拿到了这首5-2同色的话 那这个Ivan Liu他的花样非常多 也是一个非常精进的玩家 他这里选择跟注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后手筹码是只有20个盲注 那他依然在这里选择跟注5-2S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短筹码的情况下 你的持住比永远会压得比较低 那么对手对你的解读来说 你的年迟度也是会非常高 所以很容易在你有大的击中的情况下 跟对手打光 很多人会觉得你越是到短码的时候 越不该防守太多的忙住 但其实目前的先进的体系来说 就我的理解 我觉得是在你的忙处越低的情况下 你越是要防守更多的大忙 然后你可以看见很多翻牌 让你可以直接退Oin 对你可以有任何的击中以及任何的强听牌 都可以直接在FLOP打光 以7球对手给你做一个落范围的比拼 因为对手也会知道你这里的筹码比较的少 所以对手跟你比拼的范围也不会特别强 他们会用一个比较宽的范围给你做一个拉锯 那我们看见这边Soyza 他在翻牌的时候中了买花的机会 那这里呢他做了一个C-Bag 这边小毛圈石有跟住 那这个转牌给Chin Wing Lim带来了顶对 加买花的机会 那这里Soyza他却已经买到花了 可以看到虽然他这里中了顶对 那这张黑桃圈其实对他来说是一张非常差的牌 因为在提升了自己的牌力的同时 更加提升了对手的牌力 那么意味着他的支付能力会更加加强 这里应该是一个4万到5万左右的下注 他下注4万 这样的情况他毫无疑问是要选择跟住了 好 我们来到River 希望是一张不要太血腥的牌 一张草花石 一张方片石 会给这个游戏带来 哦 我的天 我好毒啊 一张石将会 你为什么什么盒牌都会被你叫中 我也知道 我是神仙吗 一张石会给这个游戏带来非常 非常刺激的结果 哦 我不知道他这里会损失多少 那如果秦游戏在这边选择打得比较谨慎的话 他应该会做一个check call 对 那我们就要看Soyza他在这里 他如果下注的话会是多少 还好这张石同时也给排面带到了单九成顺的面 所以他可能会有更多的考量 但是这个10万的下注的话 非常困难的抉择 非常地困难 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 你在这个位置拿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牌力 可以说现在你的 任何动作都已经为你赚不到EV 你的跟注和负牌 都已经是特别糟糕的决定了 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就是卫士的优势 带来的 那在这张合牌出来的情况下 我觉得Soyza他的range里面应该是没有bluff的 那他这边 我觉得就是Chin William是两队 真的没有办法call 我会call 你会call吗 我觉得很困难 我会call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棋牌 但是我这个会call 在我的系统里我会call 我觉得就是对方至少手上是顺 一向的牌 不然在这和牌应该不会下注 但其实你要想到 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顺花 就是趁上出花 River出单张顺的面 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bluff空间了 但是我们说谈到大家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都是underbluff 就一般他们就会过牌 对 但面对的对手 装为的对手Soyza是在去年拿到GPI亚洲第一榜单的一位超级优秀的玩家 我相信他在这里的bluff範团还是蛮多的 他这个下注量让我想到就是他在他手上这下的是一个many bit 因为我跟他打过好多次 他是比较一个polarized的玩家 他在和牌 如果是就是很强 或者bluff的牌 他都是会下一个overpull的这种bet 那他这个和牌下的是一个很像一个valuebet 所以让我会感觉到到他就是他手上是有料这次 我跟他并没有交过手 但在我的系统里短桌我还是会防守我的定量队 可能这是我打法上的一个特点嘛 不知道这算不算缺陷 因为我的一个很打台打的也算比较不错的朋友跟我说 你一定要在你选择了自己的套路和系统之后 你一定要坚守你的系统 不能说这里你是对这手牌有特殊的解读 你就去违背自己的体系 在我的体系那手圈时是我要防守的range 我就必须得去call 哪怕对手这里是赢我的牌 那我这手牌在这里输了我长久以来也不会因为我错误的太多技术变形 而在别的地方输太多 也就是所谓的那句只有在你该输的地方你输够了 你该赢的时候才会赢 那你对每个对手都会做同样的决定吗 会有一定的针对 但自己一定是有一个很基准的一个牌历尺 就很基准的一个防守range 不过就结果人而言 我刚刚如果是我在桌上的话 我会做一个错误的跟注 我觉得就是你跟一个玩家的历史挺重要的 对 就是你跟这个玩家是打过或者没有打过 记得他以前就是中下注 或者下半底池的注 或者三分之一 是什么意思 他这里在转位拿到K-Hi 直接all-in了12万 它是最低约300 big blind 我们没有再买 但是现在再买 我们要再买 我们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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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买两队的K-I-F 我们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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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các 他们先买 给我三 我看又三 我们再买 worer 好 这里他在最好的位置拿到了top range 来看一看 Peters在小盲位拿到了K8 选择放弃 目前拥有一百万筹码的Soliza 拿到了方片K 黑陶石 那势必是要进行防守的 在大盲的位置这手牌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了 面对庄位的开持 但这里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 庄位非常幸运的拿到了 远远超过他开持标准范围的一手牌 这样子的一个flop对于庄位来说还是非常的好 他在这里选择谨慎的过牌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在这里做一个C-Bet 我会对任何的大盲防守在任何的flop做百分之一百的C-Bet 那我倒喜欢这边flop带在flop做了一个过牌 那T上呢你还会做过牌吗 T上我应该是会打一下 但是flop我觉得这过牌是非常标准的 对手做了三条街的 拿着合牌应该会看见flip下注 对这里必然是要下注了 对 面对对手check三条街的范围 一对圈已经是被拉伸到无限高的一个range了 他拿k-high去抓对手的任何miss 看到了一手圈圈 那这里flink拿到了点价值在合牌 在短桌上我的圈圈还是会做很多的C-Bet 因为他这里大忙为很多的k-high 甚至chang-high go-high 或者有概念的一些后门牌 都不会去for给我了 刚刚如果对手有击中队子 或者他手里有守队的话 还包括对手手里的k-high是一定会支付的 第一条街的下注 对但是你还是只有得到一条街的value 那这个玩家他选择是在合牌拿到这个value 而不是在翻牌 那问题是如果Soyza手上有一个A的话 那在这边你没有做控制 你会界定在后置位的时候圈圈是只下注一条街吗 只可以得到一条街的value 一般 我可能会把它打到两条街 因为对手未必是只有k-high这么弱的牌 k-high是能call的 然后他的k-10如果在后面有击中时 或者他手里有守队的话 对但是这两条value一般就是你是flop跟river 或者是turn跟river 那这边选择可以选择turn跟river 因为flink我是觉得他turn是可以下注的 那river也可以 但是flop我觉得这个check是没有问题的 我倒是觉得 我很喜欢他这个check 对我倒是觉得在flop的对手会跟注的范围会更广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长牌相对于短牌来说真的是策略上以及体系上的区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打法都有很大的差别 对像刚刚的解说的时候我跟大亨就已经有了就是两个人非常对一手牌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对理解 然后跟celina 又有了非常不同的理解 对我 听下来你跟大亨之间 应该是差不多 没有没有也是有不同的 我跟大亨会比较相似 是吗 对 但是大亨他有一些我可以fold掉的牌他应该是fold不掉的 有些区别在那 那我是更加fold不掉的 可能你是更加fold不掉 但是你fold掉的牌我是fold不掉的 因为你上次跟我说你fold掉了fullhouse那次hulu 是圈圈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还是会看见人家给我修四条 我才 我才 我才觉得就是ok好 那你真的是四条 但是在这情况下我应该是不可能fold top 那时候应该是set overset 对应该是set overset 我fold掉了勾勾 你fold到的是勾勾 就是最第二个set对吧 对是最大的第二个set 对 因为我就觉得你那副牌是非常 你把自己的那个牌里隐藏得很好 对 所以就是这是我应该fold不掉的原因 因为那首牌我是觉得啦就是 呃是有一些当下的解读 因为我跟他在那是EPT不拉格的一战 呃我在day one的时候是达到了 嗯 一百六十个BB 就在day one的最后一个级别 嗯 达到一百六十个BB 然后他是桌上的第二大筹码 然后达到一百三十个BB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大的筹码 甚至可以说是全场大筹码之一 我记得当时我一百六十个BB在 如果是延续到day one结束的话 应该是全场前五的 嗯 然后那场那场比赛上 我们一直在整个一天做了一桌 几乎都没有互相交手 嗯 因为两个大筹码 发现对方都打得很好 我们就互相不去碰撞 去尽量的剥削其他的鱼 然后所以以至于造成了我们两个大筹码 在当时的最后一个级别 我拿到勾勾 跟他拿到圈圈 打了一个翻前的三败的底齿 嗯 然后flop拉扯是勾拳插 他那首牌选择在river跟我打光 我是真的觉得他这里 排力是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你们是有过一条阶对吗 对对 flop是一个 有买画面 我们打了一个三败 是一个battery三败的一个flop 然后turn是check check 对 turn上是他有一个马脚 他前置为check 我要追枪的时候 他 我 我 我拿起了筹码的时候 他已经有过 就是一个表情上的感觉 让我很 很松懈 然后他一点都不怕我拿了筹码 并且 他感 我感觉到他的 有一个emotion的一个 一个race的感觉 所以我控制了之后 在flop又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操作 因为在这转牌的情况下 因为你们两个都 他打得非常稳 都过牌 对 我觉得就是这 勾勾的set 对 我是应该for不掉的 对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 然后我们来西亚的Way Lim37个,David Peters37个大忙,然后呢Ivan六是32个大忙,那这边我们现在忙住战是三千六千,签住六千。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比赛啊,包括传奇扑克,包括各大赛事举办方的一些世界范围的比赛都是采用了BB Antic的赛制。 这跟几年前传统的大家一起赴前驻的规则不太一样。 那这边Soyza在Cutalfway拿到AK童话的牌,那这边我们看见David Peters选择在枪口位A8童话的牌加住了一万三千的鸡喷反。 我们看见Soyza她这手臂啊是刚滑雪断了骨头。 对,之前也有说过。 那还跑到基州岛这边来打牌,那还好只是她的胳膊是左左边,而不是她的右手。 这拿筹码也应该还没问题。 好,A4同色在毫无投入的情况下选择放弃。 面对枪口位的加住选择一个三bet,两位玩家的牌力彰显都是非常的强。 目前Peters的后手是208k。 他选择跟住4万。 那么,这个操作给他带来的是他的底持,SPR比例,一下子来到了2比1。 那这里,David Peters在这个面上选择过牌。 然后Soyza她现在暂时领先AKHARD。 两张高牌。 这里你会选择过牌还是下注? 我觉得他应该继续下注。 我会,我这里倒是跟他一样了,我这里是会过牌。 因为我的AK在小小小的面上有非常大的short down value。 打不过我的牌,我能秀赢他。 打得过我的牌,我打不走。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做C别的话,这转牌David Peters应该会垂一下。 他在这样垂一下的情况下,Soyza是应该有可能会比较难跟。 对,很难跟。 那你如果把这个actionflop打的话,那这个局面会改变。 因为这边David Peters会起牌。 但是在枪口味面对对手一个这样的SPR, 我觉得我很难去判断对手手牌的范围。 就是到底是miss两高张还是成熟大队子。 那我觉得就是你垂一下,然后呢,对方他跟你,你就可以short down。 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对方会起牌。 不过可以看到这手牌,他的A8方片在这里是非常高权益的一手牌。 因为在TEN上是拿到了一张方片期, 这张方片期对大家来说是最最完美的一张牌。 这是给他带到了顺滑双抽。 那就是两头抽顺。 当然Soyza也没有想到这David Peters在他3-bet的情况下, 在游戏机拿A8童话的牌扣了他这个3-bet。 对,而只是在自己后手筹码并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是。 那我们都知道A小同色牌在3-bet底池里面的游戏性是非常地高的。 拥有非常好的表现。 那这边我们看见Iver Liu在装位加注到1万3的几分牌。 那我们这边Flink他在AK。 OK。